嗆嗆三元行 来文道嘉辉博士 今天咱们先啊 从研究对联开始 我们这个导演啊 给大家看一个这个今天的这个开题对联 日本是大和民族 中国是炎晃子孙 亨比有点意思 而且你看照片 哎呦这个这个最早看到是我跟文道 对前几天晚上在我家跟朋友们聊天 有个朋友拿手机说你看 我看到的就是这个说温州抢言 你再看下边 抢言 至于到了这个现在 居然有那等这个意识啊 1500袋言自己义务的散言 到大街上给人 对那意思 你们你们不要抢 就是这个颠三倒四 而且呢这个听上好多段子 你们听说了吗 哪一些香港也有一些你先说了 哎你先说我接那香港段子怎么聊 没有香港是把去抢言的民众称为 莽场言嘛 用广东话莽场言嘛 蝦子 盲强颜的就是 盲强颜的 盲强颜嘛 说香港人都是急性盲强颜 急性盲强颜 大大天就是大家一想也对 因为我也有参与其中 你也想了 对我没去想 没办法因为我妈妈去抢 你得帮着忙去抢 我这样说起来有点大意灭亲的感觉 把我妈出卖了 因为她去抢嘛 我本来懒得理她 我还以为她开玩笑 她短讯给我 第一个我完全不知道 原来我母亲已经进步到 懂得用短讯 短讯给我 哎呐呐呐子快来帮忙 敞言这样 然后后来去抢 我没理她一下 后来她两个短讯 我就去了 我没有去抢 她去抢了 我下班之后开车去接她 我想着说一个老人家 老太太七十多岁 一定是扛着两大包音 在那边在路边等我 当年你爷爷 做码头工人的爷爷 我就是这样想 结果我开车去到 看我妈首相才拿了一小包 可怜啊 只巧到这一点 买不到 她说人家限量分配 每人只卖一包三十块钱 我听到的这个段子 就跟我这个行业有关系了 说是这个前几天 一个讲座 发生了这个人群踩踏事件 怎么了 然后这个上去之后说为什么 然后奄奄一息的主持人说 我也弄不清怎么回事 我只是说了个下面请领导发言 他们就红了眼睛冲上来 还有说什么卤肉饭 说是这个没盐的十五块 有盐的三十块 另外还推出高级含点盐抗辐射 皇家尊贵卤肉饭 名字叫咸死你 外送一瓶点酒 不你看这个谣言啊 就是所谓的它的散步很有意思的地方在哪 就是它符合了很多谣言的常见的模型 那个形态 那个模型是什么呢 比如说像抢盐 为什么要抢盐的理由 它是不断变化的 你记不记得 一开始这个消息出来说 说盐是因为怕将来海水受到辐射影响 将来的盐不能吃了 所以大家要抢盐 传到后来又出现新的理由 就是说抢盐的理由变成了 因为盐能够抗辐射 你没有注意到 就是很多谣言造成的这种群众行动跟恐慌 它都有个共同的模式 就是说它这个行动是固定不变的 但是这个行动的理由是什么呢 是这个说法可以一直转变的 你说它到底是一直转变 还是说同时有人发 以不同的理由发不同的短缺 可能是同时进行的 有人用这个理由 有人用那个理由 还有一个理由是说 说起来有点肉麻的 至少我是这样做 就是说收到一个短讯 那些说叫你去抢盐也好 去你说什么吃 买那个垫片来吃也好 就是说最后一定有一句了 就是说请你把这个讯息传出去 给你爱的人 给你关心的人 那我一拿到这个短讯 我又扔了两秒钟了 到底要传给谁了 就想了一下到底哪个是我最爱的人 就传 然后我后来听很多朋友说 就是这句感动他 觉得我明知道这个短讯息是假的 可是我喜欢能闻到我传给你 我喜欢到闻到我传给你 表示我关心你 那是一种爱的酸言 可能是说有人为了不同的理由 去进行散播谣言 这个散播谣言 我就跟你说一个罪证确凿的 因为这个人抓住了 抓了这个人 抓了这个人 我说到底这是个什么谣言呢 我就让他们查 他原本讲3月15号上午 他是在杭州一个电脑公司工作的这人 他的这个网名叫渔翁 他的谣言 他说他跟公安局的讲 说我就是看到别人转发给我的 我就转发 我那个时候手机短信息也收到英国BBC的消息 说什么菲律宾受核辐射影响了 他这说具有价值消息 日本核电站爆炸对山东海域有影响 并不断的污染 请转告周边的家人朋友 储备些盐干海带 暂时一年内不要吃海产品 然后这个这是其中之一 但是我觉得咱们研究这个谣言传播的规律 我就发现它有偶然性 为什么有偶然性 你知道现在有些这个标题党 或者帮人申冤的那种主 这真叫这个有心灾花花不活 无意插柳柳成荫 有的时候他故意的想弄成一个东西 说我这标题够血腥了 但是很奇怪 反而传不出去 没有什么影响 对很多事情 你比如说像这个盐 我相信第一端也绝不仅仅是 不是这个人 这个人你弄不清是怎么着 所以你看我为什么想这个问题 我就经常觉得有件事情很好玩 就是我这一生有个机会见证 有一个话或者有一种语言 它是怎么样传的 因为什么这个说起来嘉辉博士知道 我给嘉辉博士我经常教你一个绕口令 你记得吗 对班干部管班干部 班干部管班干部 这个话是有一年初一的时候 我上初一 我在自己嘴里聊这个话 我发现老是办算 我就觉得这是个绕口令 我就这我就知道我是首创 对吧 这是你是发明的 他跟我讲 但是到我大学毕业了 就是十好几年之后 突然我又听到别人教我说这个绕口令 你知道吗 有可能是巧合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很奇怪的感觉 就是你知道一个话 原来是这样 可是这个谣言还不一样 像谣言这种东西 他之所以能传播 像有的很写心的 更更害人听闻的谣言 反而传不出去 是因为通常能传出去的谣言 是打中了某些集体的心理 他是已经有一个外在环境 正中实弊 就欠点火这一下 这个谣言出来就是点火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你刚说发短信 收发短信 收到这种东西怎么办 比如说最近很多这种帖子 比如说什么日本是制作孽 其实他这个是做海底核事报什么什么 这一堆通常你用一点点科学尝试 跟政治尝试 就发现过不了关的东西 他也是最后说发给你所爱 你所关心的人 通常到这一点上 我通常就会发 发回给原来发给我的那个人 然后告诉他说 我们要负责任一点 就不要随便再发这种信息 我觉得这才是爱人的方法 真的每次我说到这个 我都会发回去说我们要负责任 要停止转发这种东西 就像成为未来你每天的日常工作 我天天都要干这事 对不对 这多少人这个 不过话说回来 我还想讲一个事情 就这件事让很多人觉得很可耻 很可笑 我记得那天我们也是第一反应 觉得太丢人了 说日本人买东西都还顾虑着说 哎呀我们不能全买光了 这个这个潮子还得留给后头的人买点 那我们这为个假消息抢言 就抢得闹哄哄了 可是后来我回去再想 我就觉得这不能说是一个民族性问题 什么国民素质问题 也不能就当笑话看 而是我觉得他非常值得同情 你知道吗 在这个社会上往往会有这种 谣言的接受能力或者会恐慌这种事的人 恰恰是很弱势的一群人 他恰恰就是处在一个社会上的位置 使得他没有足够的网络去接收足够的讯息 他也没有足够的自信去判断 什么叫真什么叫假 什么叫对什么叫错 所以在社会上造成这种恐慌 然后看起来很可笑的这一群人 你不要笑他 你该分析他处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底下 使得他欠缺讯息 欠缺网络 还有活得不自信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一个有钱大老板 他会去抢言吗 他不会 为什么 就算他信 他是囤积言 对就算他信这回事 他也觉得他大有本事 大有能力他不担心 派他手下去抢言 所以这样说起来 我妈就我不能理解 在我印象中 我母亲一点都不落势 我蛮佩服他愿意把当天的打麻张的牌局 退掉去抢言 这背后的心理的确了 可能他还是恐惧 现在小老百姓冤 你买20年的盐 现在要退 怎么能退 人家说盐没有质量问题 谁给你退 但是你看 中国人还有很有意思 我记得我在一个毛丹青见人 我也不知道是男的是女的 是吧 我在他写的一个文章里 就见到他引用好像是李泽厚先生 当年对中日之间的一个对比 我觉得很有意思 你看这次这这么多盐的这个段子 好像说是什么什么中国第一次抢言风潮 发生在哪 发生在公元前202年 当时项羽说无言见江东风老 你看大家全在这个娱乐 我就想起他引用李泽厚先生讲了 他说这个中日两个民族啊 日本民族啊 是个悲感民族 悲感民族 这悲感民族呢 你看他其实他就认真 他碰到一个灾难之后啊 他很郑重 很认真 他但是中国这个民族啊 是个喜感民族 说天大的 你最后喜欢说乐感 乐感 说天大的灾难 也就是几个段子 西洛湖都一笑了之 咱们现在再来一笑了之一下 你家里有车吗 非常抱歉 没有啊 那你有大房子吗 也没有啊 没车没房 来向什么亲啊 虽然我没车没房 但我家有很多的食用盐哦 听说有了盐就可以取机会回家了 我们快点去 抓紧去抢购 但是我给你们讲点真的啊 很多这这照这个阮先生的说法 很多表面上没有联系的事情 不是实际上都存在着联系 对吗 我跟你说 这一次这个抢颜 你觉得是这个是那个 实际上 据我打听到的情况 最早的谣言 据说是从绍兴一带 你看看咱们看那温州抢颜 而且在温州台州一带抢的厉害 最早啊 是从这起的 实际上在那同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浙江的油资 在盐业股上面表现的极其异常 你看我这都有数字啊 16号食盐抢购风潮引爆后 17号A股市场上相关股票集体暴涨 云南炎化呀开盘就涨停 还有这个兰泰实业盘中涨停 就连福灵榨彩都都那个大举上涨 然后呢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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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天换手率啊 就股票换手率高达23.36% 受益的是一大早买入盐业股的这个 这个油资成交的龙虎榜显示 当天炒作盐业股最疯狂的正是 游资而这个游资主要就来自浙江那边 很多资金等等没有出口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两件事 也是按照阮先生的这种态度 它是有关联的 我的谣言是这玩意儿是有预谋 有组织有计划的浙江的游资 他们搞出来的有没有可能 那可能性当然有了 可是就科学推论来说 你这种只是相关的推论 就说同时发生这个事 同时发生了这个什么股票的交易 奖价等等 你还没办法去证明那个因果的关系 而且说到最后 当初去发这个消息的人 能不能保证产生这种效果 也说不准 这个部分推理的部分 中间推论的部分 还要找证据才能成为证据 所以我说这种分析 现在这种分析太多了吧 比如说我觉得就还欠一个 我也来散布一个谣言 我老说这个东京电力 其实是我们潜伏的人 就是要搞搞你日本人 还有那个你比如说五十壮士 这几天都是说很感人 很感人 就是五十壮士 就是日本那边坚守在那个地方 我听到种种说法 说为什么选择的都是老人 因为他们已经过了生殖期 然后又说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说是因为这怎么着 反正就是坚持战斗受到辐射 有些人说可怜 回到家之后都主动不跟老婆小孩 一块睡觉对吧 就是有些人确实受到这个辐射 对可是网上又有人分析 说这个消息到底是不是真的 说最早好像是从英国 还是美国的一个网站上发出来的 说是不是有五百壮士 日本方面到底有没有承认 但是今天闻到说日本方面好像 前天就已经出来开记址招待会了 他们目前为止一开始说是五十人左右 但那个数字不明确 大概他们是15人为一班 轮班的进入这个高维地带工作 但总数五十 那后来有很多人是志愿加入 目前总数应该是在三百左右 那这个是已经正式的消息 我觉得今天中国还有个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有时候我看到很多人 他们会写东西去分析这个是不是假新闻 其实就连这种分析也都是假的 你说讯息不公开是一个 那另外一点是说过往也的确 中国人看的太多的假消息了 假消息 从权利到样品到流来这个那个 几乎无一不假 所以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说 你先假定是假的 那是最有利的做法 最保险的做法 在这个大环境 在中国网络大环境里面 你没办法对人有信心 没办法对人有尊重 我觉得这个还不光是中国 这个东西是人性里的一个东西 你比如说像是1923年 东京大地震 这还是日本大地震 关东大地震 对但当时叫什么材料就说呀 这个就是日本报纸 有的日本报纸就发布说 这次我们也听到可能是真的啊 说富士山火山爆发了 喷喷发 甚至说东京地区正在沉入海底 而且当时你知道有一些人捏造谣言 这个谣言说什么呢 朝鲜人触犯神灵 是朝鲜人触犯神灵 地震是天神的惩罚 甚至还说社会主义者 和这个旅日的朝鲜侨民纵火 偷毒是吧 结果造成日本的右翼团体啊 就行私刑 抓了很多朝鲜人 对甚至好像说也有一些华侨 对杀了是的 行私刑 杀了很多人 你看这就是这种 谣言到最后啊 会变成一种同仇敌看啊 对来真的 关东大地震在日本历史上 是很重要的转类点 就是说其实在关东大地震 以前日本啊 可能不一定就会像后来 走向军国主义道路 关东大地震 基本上是摧毁掉了很多 日本左翼的一个土壤 因为在那个地震期间呢 那种极端的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 非常非常强烈 那么当时甚至把 就像你讲的 把很多社会主义者 把很多外国人都当成 是一个罪魁祸首来看待 所以我想讲的是什么 就的确像日本 今天看起来秩序良好 它其实仍然有很多问题 像东京电力 就是过去一个不断隐瞒事实的 很不可信的一个机构 那天嘉腾说最严重的最坏的 结果说不定东京电力 这次就倒闭 那他活该啊 但是东京电力本来就很糟 但是问题是说 我觉得这仍然有个程度的分别 日本的确也会有很多的谣言制造出来 历史上也非常的可怕 但是我觉得他经过很多学习之后 今天比那个时候已经好的太多了 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 那么所以我们要分析的 倒不是说我常常讲 我们不要去谈什么民族性 国民性 我从来不信这些说法 我们应该谈的是在什么样的环境 什么样的条件下 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反正啊 你像我那天看到一个新闻 我就有一个感觉 照说呢 咱跟日本 你甭说你甭管以前什么 你侵略过我们还是怎么怎么着啊 但是呢 日本说 就是说要对他现在出口的这种食品呢 或者什么进行核辐射的这个检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觉得日本要说检测和合格 我吃 咱们去家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闻到刚从日本回来 就跑北京去吃日本料理 我没吃啊 我就是看到日本料理的广告 我觉得很可笑 还好没吃 那为什么 最近大家不是都怕日本海产吗 而就在这两天 日本也越来越验出很多的 的确出口食品 是有受到辐射污染了已经 那么于是呢 北京呢 我就发现很多日本料理店 都挂出一个招牌说 我们进口的食品 保证不是日本来的 然后呢 香港 原来是保证 是日本来的 没错 到了香港呢 香港也是一样 有一家很有名的 就每年都去抢购这个 蓝旗吞拿鱼的这个 回转寿司名店 保平常就说 每天这个货 怎么样从东京新鲜运到 最近他就跟记者说 大家放心 我们有一个月的 急冻食品冷藏 就我觉得一下子 大家都打出原形 可是我倒是很勇敢的 因为我很非常变态 我有那个叫 日本菜鱼生 sashimi的缺乏恐惧症 我每三天不吃 我就坐立不安 真的喔 对 每三天 我经常每三天下班 都要开车去日本店 买回家一堆sashimi 我倒是继续去吃 那前所未有的享受 以前在香港吃那种 回转寿司店 很急的嘛 人急的 坐在急的什么一样 现在位置空空的 然后五六个waiter 服务员的包围着你 所有东西都围在你面前 也不用回转了 因为其他地方根本没有人 没有回转 就不回转了 就停在你前面 让你来 原来回转寿司的意思是 一直回 你没训过 他就在你回转 机器在那绕 做好了放在上面 对 现在很过瘾 几乎是我坐在中间 然后那个东西围着我 我一个人来坐 我觉得现在其实 是去吃sashimi的最好的时间 所以你看 这种你在这个时候 你要是眼光清醒 你要是有独立眼光 就往往你就 其实我就觉得盲从的人 最后大多数都是吃亏的人 都是跟在别人后面跑的人 可是你也不能否认 我那天看见一个数字 就是你讲中国 你必须意识到 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 国民的情况下 2010年做过一个 中国国民科学素养的 这么一个调查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字幕 中国科学的调查 2010年的时候 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 为3.27% 仅相当于日加欧等主要西方 发达国家和地区 20年前 我觉得你考虑任何问题 你一定得在这样的一个 一个基础上 很多当年陈毅 你知道吗 你说是重视知识分子 当年的陈毅顶着压力 在这个知识分子大会上 给知识分子鞠躬 当时陈毅都说 说商议的民众愚昧 说这么愚昧怎么能行呢 我们得发展科技 我们得怎么 问题是这3.27% 有科学素养的人 根本就去制造假鸡蛋了 地钩有 这么具有科学能力的东西 问题是这帮人也趁个神 你这东西就真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